今天下午会讲到圣灵充满 圣灵充满是圣灵所答应的 在《少年转》一章八节 耶稣讲到圣灵要降临在你身上 你必得着能力 在耶路撒冷一路直至地极作我见证 即是神说了 圣经也有不同地方讲到神的工作 圣灵有很多方面 叫人知罪、悔改、信靠耶稣 信耶稣不是圣灵感动 没有人能够称耶稣为主 圣灵都赐给人各样的能力、各样的恩赐 我想说 其实你需要那样东西 是帮你的生命 那样东西你就会得到 在我经历圣灵之后 我想讲讲经历 在1998年 我信耶稣算了28年 做牧师做了15年 我在传统教会做牧师做了15年 我发现很难改变人的生命 甚至觉得事奉 我很想事奉 我很想传唤 但我觉得很难 有时我有这个意念 耶稣快点回来 我不用那么辛苦帮人 因为真的很辛苦帮人 我在1998年 其实我在很久之前 1975年 我见过Catherine Coleman 就是废尔曼 她在另一个聚会的时候 她为人一祈祷 那些人一碰就立刻躺下 我很好奇 我一点都不怕 我来说 我是不会怕 什么邪灵 我觉得有耶稣 为什么怕邪灵呢 我说 当我见到这个报道家 在香港做废尔曼 在1998年的时候 她一祈祷的人 又不停躺下 我就很想试试 什么来的 一见我 真的很震撼 立刻 好像电流涌进来 还有很大的爱 感动得不得了 哭了很久 很感动 很释放 很安慰 变了一种天堂的感觉 我说 原来和神可以有这种关系 我从那时候开始 很多祈祷 而且经常都爱着耶稣 喜欢耶稣 当时我有第二个意念 如果这个报道家可以这样做 应该是神秘的 我都可以 我不是要做他同样的事 但我都可以戴上神的能力 所以我就 有这个心 我就很想多祈祷 那时候以为要等很久 但因为那几天 我们的教堂 有其中一个人在教堂 就说 请我为他按手祈祷 说邪灵 因为他有聚会 但他又不敢进去 他说 我一进去 那里面的邪灵就搞妖 他说 为何你不出去 他做惯了 他说因为我害怕 他害怕出去 不知怎样 所以他找我做 找我做的时候 我很惊讶 那时候是经历圣灵几天 他就立刻觉得有能力 有些邪灵走出来 还有那些人在那里 他就说 他们那里祈祷完祖 就要个个祝福 那我就好 个个祝福 保守他们 那些人又告诉我 他又感觉到能力 那接着我在教会 就在传统的教会 我们教会 我逐个逐个跟他们祈祷 有很多经历 有些经历 有些经历了 哭了一个多钟头 他说那些忧伤释放 又充满喜乐 一样东西都有很大的改变 在我们教会 就兴起了几个宣教士 几个传道人 在我经历圣灵的教会 还有带了很多人信耶稣 即时的教会是增强很多的 对于我来说 是侍奉变得很不同 就是看到神的工作 还有呢 首先我自己的生命改变 是我感受到圣灵提起我很微小的东西 就是好吃微小的东西 我试过有一次 有一帮传道人在那里分享 即是不同教会传道人 其中一个 即是有些传道人分享 就很有震撼力的 我很感谢神 但其中一个传道人分享的时候 是很平凡的 那我听的时候 我就觉得很平凡的 即是没有什么特别的 他的心就是有些看小的心 但即时就会感受到圣灵 立即提我 他说你是谁 他的改变是我带来的 你的改变也是我带来的 即是你没有权去批判 那我立即 神啊 赦免我 那我就 留心听 和我感谢神 那我试过去教堂 那教堂抗拒圣灵 我心里面就说 那些人抗拒圣灵 那些心有些又是不喜欢 神又提我 那些人又是我改变的 我心里面就说 我要祝福他们 我要为他们感谢神 虽然我也很希望他们会经历圣灵 即是我发觉 神是提我很多东西 即是很少的东西 令到我很敏锐 任何的罪 这是一个很大的改变 而且令到我很喜欢神 你听我说话 你今早听我说 就算说食物 就算说呼吸 就算喝水 都可以看到神的恩典 对我来说 是与神的关系好 这是第一件事 好的程度 我真的觉得 是很大的礼物 我随时随地 我现在 在我经历圣灵之后 我随时 一祈祷 我会感觉到能力 后来经历起落 随时一祈祷 而且现在 已经有很长时间 可以随时经历神的爱 随时 即是即刻感动 有时即刻就流泪 很真实 对于我来说 神是真实到非常高的程度 神是传递很多教导给我的 很多教导 很简单 譬如我祖先说 如何不被人伤害 因为人 他说的负面说话 都是从他的罪性情 他罪性情出 或者被魔鬼带来的 都是垃圾 那些人不是垃圾 那些说话是垃圾 垃圾就不好吃 就这么简单 他说的说话 不用受落 就是这样的教导 我去到不同的国家 那些人 听完都说 很简单 不过很实际 你们的传递人都说 很实际 其实是神给我的 我告诉别人 是神给我的 就是他很多东西 逐样教我的 我祈祷就会有意念 祈祷就会有很多地方 譬如今早的讯息 很多跟我以前说 是修改了 那又是神教导我 神又提我 可以用这种方法 我觉得 第一 人的生命改变 第二 就是 收到神的带领 主理生命 和事奉 看着人的改变 也去到哪些地方 神又会为我开路 譬如今次在肯雅回来 我坐飞机 旁边有个人 他很礼貌 跟我说文后 我跟他聊天 我说 你在这儿做什么 你回去 通常我都会在飞机 跟人传呼音 你去那儿做什么 他说我现在回家 他说到他去参加基督教的conference 我说 我也是传统人 我也是牧师 我也是宣教士 我也是福兴者 就是福兴人的生命 也是训练人士奉 他听到很有兴趣 我一直谈 他说 他说 你五月来吧 因为我告诉你 一二三月 我已经编了宣教 他说 你五月来 你回来 马上告诉我 你什么时候可以 这些都是神的安排 我坐飞机 神又会祝福 我去到哪儿 神又会为我开路 其实我去那么多地方 都是神为我开路 我想告诉大家 你需要什么成长 你的生命需要什么成长 你的生命需要什么路向 你需要什么能力 全部 当你经历圣灵充满 我想说 经历圣灵和圣灵充满 是两回事 首先你们是经历圣灵 就是感动 这是经历圣灵 就是被圣灵触摸一下 感动一下 但是保持就是充满 就是保持一个强烈的关系 就是充满 这是需要付出代价的 例如其中一样 我的改变很大 就是弹吉他弹琴也是 我有一次要为一个人 就是我弹琴 就是会为他聚会 我去练习一下 练习的时候 练习的时候 忽然间有个意念 可以这样弹 我就弹得很放 忽然间我说 其实可以更加放 我接着就说 其实首首歌都可以这么放 那我弹琴就提升了 其实哪一样东西都可以 所以无论你和人交往 神又给我很多的教导 怎样去辅导 怎样去交往 怎样去帮助人的问题 我都希望大家看到 其实圣灵聪是什么呢 就是和神有一个密切的关系 因为神是全能者 祂什么都可以 祂可以教导 祂可以给能力 给智慧 给喜乐 给安慰 给释放 所以如果神和你有密切关系 你需要什么 祂就给你 所以当你这样想 那你就应该说 每个基督徒都说 我真的想圣灵充满一阵 就不是说 我只想知道神是怎么样 而是我更加 给祂改变我的生命 大家想不想 想不想 是不是很想 很想 很想 我希望大家很想 你真正的渴慕 神一定会做功 无论你的生命想怎样 还有一个很重要 就是 基督徒相信耶稣 我们应该不只想自己 有些人经常说 我希望快点得意志 得释放 安慰 我奸定搞定 我就满足了 我希望大家 不只是停留这个地位 我得到恩典 是否只是我自己有呢 我希望你说 我都想人家有 而是进入释放 因为释放 你不要想你是做全道人 有些可能是 不需要每个人都能传到的 但无论你是什么身份 你都可以给神用的 你是家庭主婦 你可以帮你的子女 你回到教会 可以招呼人 可以关心人 可以问候人 可以探访人 和人祈祷 你每一个都可以的 当你一路进入一个侍奉 他又会提升你的 譬如以前来说 当我听到策略性的侍奉 我说什么策略 那就是 过礼拜领崇拜 查经 你探访人 传福音 还有什么策略 当时来说 我觉得 没有什么策略 但是 神真的被我策略 现在 当我经历改变 跟人聊天 祈祷 他又改变了 有些人说 你讲话 我就感觉到能力 安慰 释放 就是在讲道的时候 他都听到 我觉得很好 提升人事奉 有时 一次过 那人就想事奉 我就开始觉得 我可以这样去影响人 然后我下一步就说 其实最需要的 是传道人 牧师 和事奉的人 神就给我感动 我就开始去到 那些地方 我就说 请你不要只是 让我安排 报道会 其实 报道会是重要的 不过报道会 譬如有些国家 很多人来得医治的 甚至有很多义教徒 他知道基督教的聚会里面 是会有医治的 他会走来的 其实是很多机会的 不过 我都说 如果我去到报道 他只是他改变 或者他信耶稣 但如果我训练到 传道人和事奉的人 他们改变 那他以后继续做 那策略更加重要 所以我去到 我就告诉他们 你为我安排这些报道会 他可以 不过不是我最想 你不要每天都在安排报道会 我是想 全部 或者最主要 都是训练 牧师 传道和事奉的人员 这也是策略 当然 这不是每个人做到的 但是神 是让我做到的 这就是策略 一步步提升 我都希望大家 你祈祷的时候 你问神 神啊 你想我将来如何 其实我们每个人 你的时间过去了 都过去了 那你是否满足 你现在的生命 你满足你一世人 就是现在做了这么多事情 就是继续 都是这样 因为你想 可以更加提升 因为神的计划 在天上是很好的 圣经说到 你所定的日子 你所定的日子 我尚未到的日子 你已写到你的策相 神啊 你的意念 何等宝贵 其数何等众多 就是 每个人都有个美好的策略 譬如 借先两位姐妹分享 你们那些痛苦 里面的伤害 神有的心 医好你之后 你将来帮到一些受伤的人 其实个个都可以 现在你帮到受伤的人 得医治 你真的很大满足 好像只能听到 他们两个心灵的医治 我真的觉得 对他们家庭有这么大影响 我真的很感谢神 我们能够在人的生命 做这么大的事 你不要以为你不行 只要你有这个信心 还有一个芥菜种 我可以的 你不用期望 我做什么伟大的人 不用的 你就是说 我可以靠着耶稣 一步步帮人 因为我们每个人 都有我们接触的人 都有影响力的 所以我希望大家听完 原来圣联充满 就是有神这么强烈的同在 自然 神做到什么 我都可以 耶稣都说 我所做的事 你们都要做 并且要做彼此更大的事 我们每个基督徒都可以提升 那你就说 你有信心 那件事可以做到 你有这个动力 因为你当然有动力 才会有这个信心 你不会忽然说 我去弹琴 不是每个人都会弹琴 你心里面有这个意念 会想做的事 都是神在我们心里运行 在《毗勒比书2章13》那里说 因为我们的立志行事 都是神在我们心里运行 为了成就的美意 就是神会在你里面 会做工 感动你的意念 你会有这个意念 想做这件事 你就说神啊 你帮我吧 譬如分享 神是让我分享的时候 有多些生命力 有多些感业力 有多些感业力 兴奋一些 放松一些 这样你有这个信心 你就可以突破到的 好了 我现在说一说 就是 圣灵很奇妙的工作 是很奇妙的 真是 我们想象不到 很多人呢 好感动 好释放 好安慰 就是我们相信不到的 譬如我们曾经有一次 跟他一起去一个聚会 他都会很记得 那个牧师哭到 整场最大声的哭 就是牧师 就是看他那种释放 就是难以明白 为何他会 比他的教友更加厉害呢 这就是神做的工作 首先 这里说出 就是圣灵可以带给我们什么 这些经文 不是每个字都是说圣灵 这里是说圣灵 那为什么有些不是圣灵 譬如圣父 耶稣 那些都是圣灵 因为其实 其实又是三位一体 就是三位一体合一 圣父圣以圣灵 有些说耶稣做的 圣灵也做的 有些说圣父做 圣灵和耶稣都做的 所以其实是合一的 我们一起读 罗马书五章 五章 因为上一次 我的圣灵将神的爱 囂换在我不心里 你想要被爱 你们 你想要爱 世人个个都需要爱 但是这个世界 你找到有多少人爱你呢 如果你有一个 真是很爱你 是幸福的 有一个好的家庭 像他们这样 他们会有爱 有关心 但是有些家庭 真的没有什么 只是少 会有 不过不多 但是你可以经历神的爱 我自己 当时这个报道家 为我祈祷 经历神的爱 我也试过很多次 读人去祈祷 有人经历神的爱 而我自己也好 经历耶稣 立刻觉得他美善得不得了 立刻神的爱便会来 你们都可以 我希望大家学慕 圣灵把神的爱 你真的会改变 有很多人很大改变 都说 我经历了神的爱 真的很好 我想问大家 在上午 我们祈祷的时候 有几个人经历了一种感动 请你举手 有几个人感动 有几个人感动 有几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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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松 像是心轻松了 大家可以看到 哇 神真的做工很真 很快 所以 圣经说 不是我们的能力 而是神的能力 如果神能用得 我们能用得 你们 都能用得 所以我希望大家相信 有这个信心 不要只做直 地下的鸡 就是看着地下 做鹰 看着更高的地方 我可以去更高 你的生命 我们的生命 不是计较我们将来的坟墓 写过什么字 而在神的生命策 天上 他写了 这个人祝福了很多人 是不是很不同 如果你祈祷很多人 经你神的爱 整个人都改变了 神告诉你 这群人 整个生命震撼 不是只是他回教堂 因为很多人回教堂 但是他被震撼 因为你的侍奉 影响他 被震撼 是很不同的 所以 圣灵充满 真的将人提升到更高的程度 我是很可惜 很多人不明白 所以他会抗拒 我很希望 将圣灵的工作 带给更多人 让人看到 真是圣经所说的 不是骗人的 亦是真的看到人的改变 神是想我们有喜乐的生命 即经历圣灵 可以有喜乐 可以开心的 诗篇九十篇十四节 有经文就一起读 有经文就一起读 是你使我们早早打得来的慈爱 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 你有没有见过有人 是忧愁的 烦恼 躺躺躺躺 擔心 憂慮 其实表情都是很苦的 你想做这样的人 要做一个开心的人 你想以后到开心 要做一个烦恼的人 但很多人说 我想开心 不过开心不了 这是需要处理生命的 需要处理生命 和和神有物质关系 但很多人说 我去买衣服就开心了 我去吃东西就开心了 我去找朋友就开心了 有人去找我 我就很开心了 祈祷怎么会享受呢 其实买衣服 买一件衣服 你会兴奋多久呢 买一件衣服 你吃东西会兴奋多久呢 你吃东西会兴奋多久呢 但神的爱真的令人饱足 那种饱足是世上没有的 你吃东西会兴奋多久呢 所以我们来说 我们帮人开心去吃东西 去哪个地方 而是真的 神可以满足我们 希望大家都渴望 饱得神的自渴 你渴望今天下午就有的 你不渴望就没有的 你渴望就没有的 你渴望就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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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渴望就渴望 渴望就渴望 但是你说我都经历到 其实很简单 你越想 神多疼我 神会为我预备这么多食物 神会感动我信耶稣 你想想信耶稣的过程 因为有几个人觉得 你信主的过程很特别 神用不同的方法 不同的人 带领你信耶稣 又带领你成长 有几个人觉得是这样的 神真的很特别 我自己信主的过程也很特别 我不用时间说 神真的很特别去吸引我们 我希望大家看到 神这么爱我们 用这么特别的方法 引导我们成长 帮助我们 心里有回应 当你有回应 神说我喜欢你 我很感谢你 你就容易经历 很多人说我经历不了 为什么呢 圣灵充充充充充充我 政府 Airl courage soup不开 政府灯 prospective 同仇敢说话,你要变为新人,这是萨姆尔对扫罗所说的说话 扫罗一段时间后来没有改变,因为他犯罪,妒忌大胃,亦是他不听神的说话 因为神叫他要灭尽阿玛利人,他们所有东西都要消灭,但他不肯听话 他本来失去只是失去他的遗份,他的子女不能再做以色列的王 他失去这件事,但他的救恩没有失去,但因为他后来不听神话,他应该失去救恩 因为他后来又招鬼,结局是他绝对去不了天堂 但他当时真的经历更新,人真的可以更新改变 并且可以一次过经历到改变,他一起受感说话 其实原文是说如言的,不过因为翻译圣经的人是传统的 所以他们就将说如言变成受感说话,变为新人 就是我们真的可以变为新人,还有心灵医治 我们今早也讲过这个经文,医好伤心的人,报告秘老的得释放 和安慰一切悲哀的人,起落油,代替悲哀,赞美以代替悠伤之灵 这件事是很需要的,你有没有发觉这个世代的特色 就是,年轻人有很多有幽鬱症、封闭症 很多成年人也有很多,常常都烦烦烦烦烦 以前呢,虽然在我们小孩的时候,你们未出生的时候 有些人可能出生也未出生,不,应该都没有了 那时候,那些人简单很多,但是现在,那些人好像複雜很多 就算你们小时候,那些小孩也是複雜很多 以前没有听过,那些小孩又不肯吃饭,又不肯出来见人 又不肯上学,不肯读书,那时候不肯做工 就是很少这样的人 但是现在很多,真的很需要释放医治 所以我都鼓励你们教会,如果有一个释放医治队 就可以懂得帮人,帮人的时候,就看着他改变 那你就说,给神这么大的工作,神这么大,真理论真相 你想给神用,那有些人真的愿意,就可以给神大大使用 还有,我们可以有神迹除弱我们 有些人就说,行不行啊? 一起读一下马康福音16章15节 他又对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全乎一万能停 信业受洗的必如得救,不信的必必定罪 信的人必有神迹除弱他们,就知奉外的名管轨 雪身汤烟,手能拿蛇,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 手碗病人,病人就必好了这十节 门头出去到处宣传福音,主说他们同工 用神迹除弱,证实所传的道,阿们 首先,这里说的是什么呢? 耶稣对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及万能停 这是大使命 大使命的时候,信业受洗,必然得救,不信的必必定罪 然后,哪个人可以有神迹? 信的人,是不是只是牧师? 不是 我想问大家,你们信不信有神迹? 有多少个信? 你祈祷有神迹的,请你举手? 祈祷有神迹发生,感谢主 举高手有多少个? 感谢耶稣说 你也有,不过不够全 几个信有神迹的,每个人举手 但有经历神迹的就少些 为什么不是每个人经历呢? 主要原因是无用 你用就有 我希望大家有胆 是要够胆的 我祈祷在我初期经历的圣语里 圣语感动我,是问人 请你闲着眼睛,请问你祈祷的时候有什么经历 这个问很重要 因为有时有些人的经历很感动,安慰 你又不问他,就出去门口 不知他在教堂,不知为何哭不哭也很重要 但他不会当一回事 走去就当我没事 但如果我问了他,你觉得很感动 很感动,很松 其实你都可以问他 你以前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 你觉得是 亦都可以问是否你觉得是从神而来 那你告诉他,圣经真的有说的 耶稣医好伤心的人 叫那些重担得释放 耶稣真是来到你身上 神真是来到你身上 神真是来到你身上 耶稣有祝福你 他说上 我便告诉他耶稣的救恩 耶稣为我钉死 你悔改信耶稣就得够了 带他悔改认罪的信耶稣 又教他怎样跟从耶稣 就这样带人信耶稣 带人爱主和侍奉主 在他经历圣灵的时候 带他 这样的时候 这个经历就成为他生领改变 所以神就感动我 一开始 就感动我 为人祈祷我问他有什么经历 这个方法真的提升很多人 但很多人就不肯做 为什么呢? 太愚了 他说没有就很丑怪 很不好 但其实这个是我们不需要害怕的 我想问大家 他的灵魂重要 还是你的面子重要 是的 如果你的灵魂重要 你的面子重要不重要 就算 有时候我都会祈祷 有些人说没有什么经历 那我说什么 我说不重要 你祈祷 其实你祈祷真心神 都一定会听你祈祷 你以后投入 你会更加经历神的 我不需要介意 但很多人就很介意 而且要请个人为他祈祷 好像很突出 但其实有什么所谓 我们能够帮到人 其实是一个很大的礼物 的而且我发觉 按手祈祷 是很大的方法 我们都会这样说 圣灵宫中 不仅是按手祈祷 可以透过讲道 可以透过集体祷告 可以透过敬拜 可以透过很多方法 就算有人说一句话 人都会受感动 但按手祈祷 的确是圣经所说的 要我们做的 信的人有神迹 什么神迹呢 他说定了 因为有些人说 信耶稣就是神迹 悔感就是神迹 这些神迹就是圣经讲的神迹 但这里说明是什么神迹 就是奉耶稣的名管鬼 说新方言 即是圣灵所以真是赐给人 有些人说这些是假的 但真的 有很多人 他们都不知道有方言 他祈祷就会 开始讲方言 真是 他的灵是开通的 手能拿蛇 你什么动物 有必不受害 这些我就觉得 不是我们平日做的事情 可能有一天 逼迫 人家就扔了我 下去蛇坑 那你就神啊 你保守我 手能拿蛇 不受的 或者 逼你喝什么毒物 你自己也不要有空去喝老鼠药 手按病人 病人就变好了 按手病人就变好了 但谁可以做呢 谁可以按手呢 信的人可以 所以神是想信的人可以 但有很多人说 牧师可以 传道可以 都不轮到我 但圣经说信的人可以 因为我们个人都有你接触的人 个个都有 回头吹道少 宣传呼声 主和他们同工 用神迹随着 正实所存的道 神就用神迹 一路跟着 正实所存的道 即是 神迹的目的是什么 正实 神迹不是我们事奉的目的 神迹只是一个途径 正实所存的道 并且有另一个目的 也安慰医治 祝福那个人 因为那些人病是辛苦的 我们需要去帮助他 这个也是神迹 神迹的目的 就是能够带人 孙耶稣 并且能够祝福人 希望大家相信 譬如很简单 你家人有头痛 头痛 不舒服 就是一个机会 我为你祈祷好吗 这个就是一个机会 可以给你一个机会去传呼 圣灵也像个用的恩赐 你留意的恩赐 很多是超自然 当然 彈琴那些 都是一样是圣灵所致的 就是可以怎样彈得更加好的 但是圣灵是有将 这些超自然的恩赐 是讲出来的 高龙多前诗十二章九节 一起读一下 又有一人蒙者为圣灵自他信心 又有一人蒙者为圣灵自他 依病的恩赐 又叫一人能行义能 又叫一人作先知 又叫一人能辨烟诸灵 又叫一人能说方言 又叫一人能翻方言 这些都是讲不同的恩赐 信心 其实信心是什么呢 神做事我放心 跟我说一次 神做事我放心 神做事我放心 神应许我放心 接着第二句 神必须我放心 那你就会轻松一点 譬如有个人 他的爸爸说了做一定做 那 够钟了答应了来 那些人说 你爸爸是不是来的 我爸爸一定来的 因为他经常都是 他答应了一定做 这个就是信心 那我们跟神一样 神答应了 因为神真的 他事事都做他答应的事 那我们就有信心 就是我要迫自己要信到为止 我信他会医治 我信他会医治 这样他就会医治 这个其实不是信心 这个是他加强他自己的信念 或者他的心力 其实信心是神会做事 我相信神会做事 医病的恩赐 真的有 神会给的 圣经在这个经文 写十二章 没有说到这些恩赐会停止 有些人说 恩赐宗子论已经停止了 但是 其实呢 现在一样有医病的 行义能的 无论什么义能 有一天 如果你被人追的时候 你可以求神 表你行水面 或者移山 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 但圣灵到时候会告诉你 你到时候会知道的 但你有信心走出来 你不要说 圣灵叫我行水面 我不敢 我不敢说出来 我不敢做 你有信心就可以了 作先知 即是一样今天有先知 我自己亲身经历 那些人生不懂 走来跟我说我的话 真的 我亲身的经历 是很奇妙的 也有些人在我们周围 都会收到一些信息 是他应该不知道的东西 能够辨别什么灵 邪灵 或者是圣灵 能够说方言 和翻方言 即是圣灵真的会似给人各样 比较自然的恩赐 也有超自然的恩赐 而且全都是圣灵能力 和神迹 很多人以为 全都是用神的说话 这个的而且确 我们一定要用神的说话 不过圣经讲到 不单止是神的说话 一起读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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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为我做些哪些事 我什么都不敢提 只是他静我的言语 作为用神迹歧视的能力 并是圣灵的能力 使外帮人信服 这里讲到 直着我的语读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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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你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力 即是说,不只是用智慧或音乐言语 而是用圣灵和大能的名积 叫你的信不单只在乎人的智慧,也在乎神的能力 这里讲到一系列的我们可以经历圣灵的方法 即是很多人经历圣灵 第一,圣灵会寻找我们 叫我们去信耶稣,是吧? 你觉得圣灵会拔你 最初有人去劝你信耶稣 那你就可能不太拒絕 但你里面有力量拘捕你的 还有报道会有很多人很想举手 不过他不敢举手,因为觉得很丑 他里面有一种拘捕力 这个就是圣灵工作 大家有几个试过? 在你未信住的时候,你听到的时候很想举手 不过你不敢举手 总之有一种力,很想叫你去信耶稣 有几个试过? 有几个试过? 这里没什么人是报道会的 有你举手 总之你试过圣灵拉你去信耶稣 感动你,很强烈感动你信耶稣 有几个试过? 有几个试过? 有些人没有的,不要紧 圣灵用不同方法 其他方法就是感动人去信主 而且会寻找我们 这里是寻找我们,拯救我们 然后他就耐性感动 就算我们不听话 他会叫我们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 责备自己 犯罪之后 圣灵会将他的爱给我们 他是有感情的 很多人可以在亲近神的时候 他可以经历到神的爱 不是说到经历圣灵 经历圣灵我稍后再简单说 这里说到神的爱是有爱的 他的爱是有感情的 他会欢恩喜乐 默而爱我们,使我们喜乐而欢呼 这些都是帮助我们更加知道神是有爱 叫我们喜欢神 第一,他会找我们,叫我们信耶稣 第二,他会耐性去帮我们 他有感情 而且他会永远想念我们 苦人都不能忘记 是吧,英鞋 如果就算他忘记 神都不会忘记 他会常常挂着我们 而且耶稣和圣灵都不断为我们祷告 圣灵亂无我们 他亂爱我们,以至于质道 他常常挂着我们 很喜欢跟我们一起 而且耶稣很亲切地 他会称呼女儿放心 他很亲切地爱 牵卑服侍 神环绕我们 按走我们身上 以及心灵医治 身体医治 医好伤心的人 这些都会告诉我们 神很爱我们 我想问一下大家 如果有一个人 他就 哪个人需要帮助 他就帮你 譬如你需要去读书 不懂,他就教你 他就帮你 你的前路有问题 他就为你开路 你身体有无病 他就照顾你 总之凡是你需要的 他全部都帮你 如果有一个人 他是随时随地 整天都帮你的 你会对这个人怎么反应 你会很欢喜 有一个这样的人 神其实就是这样的 很多人因为看不到神 所以对神没有这种反应 其实你想圣年充满 我希望大家 一想到神 我就很喜欢 我自己也是 真的 心就很喜欢 一喜欢神 灵就开了 当我们灵一开 神的喜乐和爱和平安 就很容易充满我们 我们整个生命被提升 我希望大家 当你听我说 神多好 神怎样爱我们 关心我们 我们就喜欢神 真的说 神真的好 神真的好 这些是经历圣灵 第一 很多人经历圣灵的时候 就是经历平安 平静 平安 好像烦恼放下了 轻松 勞苦担重担的人 可以得到安息 好像重担就立即松了 爱 圣灵将神的爱 困在心里面 心灵的医治 医好伤心的人 心好像安慰了 医治 趕鬼 医病 开心 喜乐悠 身体的舒服 我肉身也安然居住 很多人都觉得轻飘飘 这才有几个人觉得轻飘飘 身体舒服 就是上午祈祷的时候 很多人都觉得 这就是圣灵带来的 它不只是祝福你的心 祝福你的身体 而且令你睡觉更好 令你病 会改善 或者医好 例如我去宣教 现在我觉得很神奇 就是我没有时差 无论我去那里和回来都是一样 是没有分别的 完全好像 好像去到那里 那个时间睡觉就睡觉 然后起床也是一样的 我今早也是一样普通的起床 我今早就来这里 身体和医治失眠 我必安然堂下睡觉 还有有能力 有能力 有能力 传呼音 也有能力 各样的智慧 如何被圣灵充满呢 如何 第一 一起读一下 恨护罪 求主赦免离罪 因为神是很圣洁干净的 在罪中 圣灵不会充满 我们只是看大题目 我们不看下面 恨护罪 离开罪 很多人都说 我悔改 不过他不离开 其实这个锁匙 是你争罪的 我用一个简单例子 你喜不喜欢住在大陆的厕所里面 睡觉 如果你没有地方睡 你会不会睡在那里呢 你不会 因为真的很臭 神恨罪就是这样的 他觉得很厌恶 我希望大家都厌恶罪 真的 罪的破坏性比大便更大 比癌症更大 因为它是永恆的破坏 所以你争恨罪 这是第一 第二要一起读一下 心爱相信和形容圣经 很多基督徒 他说喜欢经理圣灵 但不喜欢看圣经 他说圣经缓 但其实圣经是有很多应许的 很多东西 你捉住他 神就照做了 你捉住那些应许 他说给你的能力 你就会有能力 他说你能够做到不可能的事 你就能做到 你就捉住那些应许 神就说了是这样的 所以圣经是很特别 希望大家喜欢圣经 因为圣经是会留在我们心里面 当你烦恼的时候 重担的时候 你可以捉住圣经 人就会松 第三 一起读 信心 相信神 肯爱我们 我想 充满我们 就是神是很疼爱我们的 他 欢迎 因我们欢迎起落 物而爱我们 请因我们喜乐而欢呼 他开心到是 欢呼 我想问你 有没有人见到你 哇 很开心 看见你 有几个人会欢呼 很少 有 有 子女小的时候会 你拿雪糕回来的时候会 他 就是 他喜欢那些雪糕 有时见到妈妈会很开心 就是说 人是少的 但是神 会这么开心 我真的这样想 神有什么可爱 譬如我太太感谢神 我太太真的很好 她很疼我 疼我疼得很厉害 她先送我来 一会儿她会接我走 这是我太太的照片 在我身上都经常戴着的 我要珍惜神给我的礼物 神给我的东西 我珍惜 睡觉的时候 当我闭上眼睛 我开眼睛看 我太太还在看着我 我说 你快点睡觉 我说 你快点睡觉 她说 她说 什么呢 让我多看一会儿 可以吗 我和太太 手机 两个手机都是 我感谢神 神给我的爱放在她里面 我也是很珍惜她 我非常珍惜她 因为我觉得 除了神 在地上 她是我最宝贵的人 我希望你都会珍惜你周围的人 我太太会这样看着我 神也是这样看着你 她常常在笑着看着你 希望你相信这个圖画 圣经所说 因你喜乐而欢呼 默而爱我们 即是她在爱着你 看着你 一路爱着你 真是说 神啊 你真是好得不得了 我希望大家都有这种心 因为神真的很喜欢我们 这是我们和神密切关系的锁匙 为什么很多人和神不密切关系呢 她常常看着我们的问题 很多烦恼 很多不开心 总是看这些问题 你有无限的问题去看 不过其实那些问题 是你人生的一小部分 不过人就会看着那些问题 那些好东西就不看 有衣有食 我都吃得好 都睡得好 根工又没有漏水 那些又不算 但那些不好就不算 所以那些人就不开心 但你经常看神 神这么疼我们 真是好得无比 很重要 怎样可以和神密切关系 并且圣连充满 就是心灵诚实敬拜 我现在祈祷和以前很不同 以前我信主 我都发过两种祈祷 一种祈祷 教会那种 教会那种 今天祈祷的事 今天祈祷 祝福这个聚会 祝福我们每个人 医治哪个 那些祈祷 我发觉那些祈祷 我真的不是很大的感触 但我回到家 我唱诗歌 赞美主 你也有感谢耶稣 我就觉得很松 我看我初信主 我已经发觉 我唱诗歌 是越唱越开心的 我现在就学到 心灵的祈祷 整个心中意神 真的一喜欢神 他的爱 一起来就立即来 是可以的 这个是圣经所说的 用心灵诚实敬拜 就是我们讲过 就是 魂包括什么 一起读 思想 意志 感情 就是说 我整个思想 认同神是最好的 还有我整个心意 我要向着神 还有我感情 喜欢神 其实我们有的一切 你身上的衣 这些是羊 羊毛 神会做药毛 神会做棉花 神会做棉花 我去那个 家道理农场 他种了棉花 你摸一下 真是很滑 神会做这种植物 他们有很多纤维 人就用来做衣服 其实这些一切 不是偶然 如果全部的树叶 都是这样 我们做衣服 好像亚当霞花 或者可能用那些 可以用动物的 热天也不能用动物的 什么要用树叶 这些什么 但是神就做棉花 给我们做这么多不同的东西 我就很喜欢神的 其实你看到什么 金属 材料都是从神而来 你喜欢神 你就容易被圣灵充满 因为 其实世上 有没有一个人 像神那么大能 有没有一个人 像神那么爱你 那么有智慧 又能够帮你 是没有一个人 所以我希望大家 全心觉得 真的靠人 是很有限的 靠你的户口 的银行 的户口 都是很有限 那些钱 只能做到某些东西 但是你靠神 因为神是全能 他什么都做到 你能不能把你的意念 因为很多基督导 是想着这样的 我礼拜日就回教堂 我平日就靠自己 他没有这么说 心就是想着 日常生活 那就是靠自己 但是当你说 我什么都是靠神 神是很欢迎 他一定有反应 说到反应 人的反应很有限 所以耶稣说 这个世代如何呢 吹顶你又不跳舞 吹顶你又不在此举哀 你只是没有反应 但是如果我们真的有反应 有个人对我们这么好 我们真的会飞奔过去 这样的时候 你就很容易被四年充满 就是能够烦在我里面 整个人的心里面 这件事要操练 你越做得多 你随时的心一感激神 你的心就立刻 可以经历喜乐平安 或者爱 这件事呢 不是需要 不是说什么说话 有些人说 我先告诉你 说什么说话 其实你很简单 可以的 多谢耶稣 耶稣爱我 耶稣我感谢你 天父我喜欢你 我感激你 赞美你 全部这些都可以的 你重复说都可以的 主要的心 就算你不说都可以的 我不说的 就是喜悦神感激神 但我也会有其他的祈祷 我有宣告神的爱的祈祷 我有爱神 我也有求神祝福这个地 祝福更大的福兴来到 但是我有很多时候就是 喜悦神 神就做功 还有渴慕 一直说 渴慕王 渴慕神的心意 就是渴慕神 渴慕神的心意 就是渴慕神的心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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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渴慕神 感动你的灵,加上他会感动我 第六,大使命 圣灵的能力不是只要我们享受 有些人经常追求享受 是叫我们传欢迎 还有大使命有另一部分 就是凡耶稣所吩咐的教训他们遵守 就是带领他们跟随耶稣 走着耶稣的路 这样的时候,神就喜悦你了 按手祈祷和圣灵充满的祷告 会有帮助 不过只是暂时的帮助 始终是要我们自己保持 我仍然好像按手祈祷 像你学习踩单车 有人在外面推一下 然后跟着你踩容易一些 没有人推就难一些 按手祈祷就是推你一下 等你经历一下 然后你跟着保持就容易了 所以按手祈祷就是这样的意思 就是透过这个人的圣灵充满 来祝福你 或者圣灵充满的祈祷会 这里讲到保罗提摆太后书一章六节 神借我按手所给你的恩赐 再如火挑旺起来 就是神借着我按手 而带给你的恩赐 按手可以带来恩赐 以及处理生命 你想想,如果一个人整天 又烦恼又忧愁的 他可否被圣灵充满呢? 不可以的 其实烦恼是不需要一 即是不需要想的 人的不好想不需要想 是不需要想的 但人好像很难不想 基本上我们需要做什么呢? Turn off 即是神借老闹 我们才可以Turn off 神借老闹完你 在街上闹完你 你会不会回到家 哎呀,真是好惨 过了十天十夜 过了十年都是老 哎呀,那天被神借老闹 真是好惨 会不会呀? 因为我们会Turn off他 神借老闹无所谓 他个个人都会骂 这样的时候 其实罪人和神借老是同类的 虽然他是正常 但他里面被邪灵 即是被魔鬼搞妖 被罪作、罪恶搞妖 所以他会说伤害的话 所以我们不介意 就不要紧了 不介意他 所以任何人骂你 不介意 有什么所谓 他骂完我又不会小腹肉 他骂完我又不会崩了什么 又不会失去 那你的心就松了 你的心松了 所有以前的伤害 全部都放在手 以前怎样侮辱你 怎样得罪你 又怎样 你失去了多少 你现在也有 你有衣有食 你失去了什么 都不要紧 这样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越来越四年充会 四年充会 不是一下的经历 一下的经历 是帮你 其实在今天的聚会 你经历到圣灵 你回家怎么做呢 站在那里 在起初的时候 比较容易 因为站在那里 你会感觉到圣灵的摇动 圣灵的摇动 有没有圣经根据呢 约翰和素罗 看到耶稣都是跌在地上的 圣灵能力强 人们会跌在地上 不是很强 很多人就摇动 不是我摇动 而是我摇动 而是在想耶稣 这才能力 可以站在那里 前面有几寸 前面有高屏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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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发现要摇动 都是圣灵的能力 都是摇动 在心中 喜欢神 放下烦恼重担 不要祈祷的内容 那么复杂 简单些 多些是关系的 宣告神的爱 神的恩典 神和我一起 神看重我 耶稣疼我 耶稣关心我 我喜欢用一些亲切的字眼 耶稣疼我 耶稣抱着我 耶稣陪我一起 耶稣很喜欢我 耶稣常想念我 耶稣看着我 就开心得见眼不见眼 小道 这样的心意 我们就更加 和神有密切的关系 那 世事呢 就是说 爱慕神 又为到教会祷告 为到地区祷告 求神带来祝福 让神的心意成就 但首先 有关系式的祷告 你走路坐车 都在那里走 多谢耶稣 我告诉别人 祷神是很容易的 为什么呢 很多人说很难 因为 那么多罪很难处理 只要你现在有罪的意念 例如想生气的人 立即说 阿神 我不想生气了 求你赏免我 我不要生气了 生气他有伤害自己 为什么要生气他呢 因为想到一些不好的意念 就是阿神 帮我放下 有什么不好的 立即在他心里处理 就不会入言语和行为 只要你真心悔悦 耶稣赏免我 我愿意跟你的路 我愿意做任何事 圣经耶稣特别比我们更容易 他没有说 你要带多人信耶稣 才不能不得赏赐 耶稣说 你把一杯凉水 容易吗 耶稣令我们更容易 但耶稣的要求 尽心尽性 尽心尽性 不过他说 你开始做 我已经赏赐你 所以神是很容易 你令祂宽气的 你只要开始做祂喜欢的东西 那你就不要经常说 哎呦我做的还没够 我还没带到一个人信耶稣 你不用想这些 总之你做的就是祝福人 你开始祝福 神就会欢喜的了 这样你想的就很简单 给一杯凉水 我能够关心人 问候一人 为他祈祷 探访他 尤其是教堂见到一些软弱的人 辅助他 神就会很欢喜的 你做得不好 就立即求主赦臉 我想问大家 这是难不难 真的不难 总之你做到什么就做 你做不到就求主赦臉 就是这么简单 而那个动力一定是说 神爱我 神体重我 所以我跟从神的路 是最蒙福的 就是这么简单 你想不想自己以后蒙福 蒙福很简单 就是你走上神的路 是担保的 世人可否担保成功 不可以担保 但是我们在神里面是担保成功 你的生命一定是成功 因为你的生命一定会祝福很多人 我希望大家有这个信念 这些都是神给我一些很简单的方法 有信念 就是我相信神很宝贵 这个第一 你信不信 我好宝贵 每一个都好宝贵 你信不信 你告诉自己 我好宝贵 神要体重我 神要祝福我 神现在在爱我 神要大大使用我 神在爱我 我可以大大给神提升 如果我和神有密切关系 我就有能力去改变这个世界 大家站起身 投入在神里面 喜欢耶稣 你试下用心地跟耶稣说 耶稣我喜欢你 我感谢你 我欢喜你 我喜欢跟你在一起 我需要你 耶稣我需要你 耶稣我需要你 放松了 耶稣我需要你 耶稣我需要你 我欢喜你 你真的好 我又很喜欢吃你做的东西 神要你做一些菠萝 菠萝有菠萝的香味 芒果有芒果的香味 每一种食物都有它的香味 都有它的好吃的地方 神又做我们眼睛能够看到 那么漂亮的东西 神又会做会飞的花 就是蝴蝶 它真是会飞的花 很漂亮的 神又做小雀 很多种颜色 又很灵敏 又很轻松 小雀提醒我们 轻松一点 好像小雀 轻松一点 多谢耶稣你真好 多谢天父你真好 世人没有人像你 没有一个仁慈你 有你真好 心里面欢喜神 你跟耶稣说 我很喜欢你 我很需要你 我很多谢你 你会开始经历到神的能力 神啊我很多谢你 为何我要做一段时间 我想大家自己经历到 然后我们会为你祈祷 你自己经历到 你就会知道 不是要人帮你才行 不过人帮你是好的 你的心 喜欢神 喜欢 怎么喜欢呢 你想想你最喜欢吃的东西 椒鹽蝦 或者什么 你喜欢吃的东西 神啊真是好吃 神啊你真是好吃 你真是做一些特别好吃 让我们享受的 神啊你真是关心我 你心里面 学着一种喜欢的心 颧下 我猜esehen 你的esa 我欢uş你 我欢喜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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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试一下 好像見到一個你很喜歡的人 這樣歡喜 主下你真好啊 Yes So Yes So 我愛你 全身為人 我愛你 你會 我愛你 Hallo 离开 Hallo 离开 Hallo 离开 阿里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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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跟耶稣说我真的很喜欢你 我感激你 有你真好 有耶稣真好 我很欢迎你 耶稣 耶稣我需要你 我多谢你 耶稣我喜欢你 我感激你 我喜欢你 Hallelujah 你真是对耶稣有反应 他一定对你有反应 你没关系 你别感谢你 我感谢你 我感谢你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